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镜头就是宁静线衣服上的鸡毛 马英在旁边搭枪 线鸡毛站在自己身上了 但王兴玲一上场 出镜机会就少得可怜 出舞台后半段的舞蹈被一剪眉 整个节目三个半小时 王兴玲只有七分钟 还不如宁静吃个盒饭的时间长 王兴玲也不是没出镜 别的姐姐在聊天 王兴玲的背影出现在后面的洗碗池 而随着王兴玲演唱经典作品《爱你》 她成了《浪姐三》第一个火厨全的姐姐 当天微博热搜阅读量2.2亿 微博热搜前十 她占了六个 连刘更宏都在直播间说 跳完《爱你》记得来跳《奔草纲目》 如今 王兴玲男孩已经成为与刘更宏女孩 雇佣者小孩等同级别的爆款现象 不被浪姐重视的王兴玲为何最出圈 王兴玲捅了中年男人的窝 在前两季 浪姐用大女主剧本 推火无数个没热度的辛劳艺人 就连在快本的舞台上被忽视了14年的无心 一上浪姐就火了一波 原因就是那一股被节目赋予的霸气感 经验总没错 观众吃的就是这一套 所以《浪姐三》最重视的是第一个入场的张天爱 因为她最想赢 也最可能爆出 让观众期待的争斗大戏 她根本就没有预料到 自带元气少女BGM的王兴玲 居然能够抢得头筹 听嗨了爱你的网友 先是到QQ音乐上考古了王兴玲 十几年前的老歌 大力出奇迹 QQ音乐排行榜前十名 王兴玲的歌占了九席 这一波回忆杀 86年前跟王兴玲一起搭档出戏的 微微微笑帕斯塔的男演员张栋梁都送丧的热搜 王兴玲的爆火 很多人分析 是戳中了中年男人们的青春记忆 拿这次浪姐的视频和当年的MV一对比 王兴玲的高麻味 学生装 蹦蹦跳跳 宅舞 画风 简直是一模一样 很多老婆晒住了老公坐在沙发上 看王兴玲的样子 嘴角上扬 逆行澎湃 一味奶爸看得津津有味 还有人隔着电视跟王兴玲互动 上演中年叛逆 毫不顾忌早已发福的体态 男人们撒欢式的玩起了梗 有人评论 死去的青春又来攻击我了 他追他时我高三 现在我三高 他还是那个少女 最狠的是B站 让腾格尔唱爱你 网友弹幕 闹新主教腾格尔 唱出了新梗的感觉 还有很多人顺藤摸光来到芒果TV 在王兴玲的爱你片段中 一大票粉丝弹幕 为王兴玲充得会员 普通男人偷偷追忆青春 有实力的直接出手追星 接触操作是投票 你一票 我一票 心灵八十还唱跳 你不投 我不投 怎么能跳到八十五 在股票圈有人发起提议 把芒果超美买成王兴玲概念股 芒果超美直接涨停 捅了中年男人的窝之后 王兴玲凌晨两点发微博与粉丝互动 听同事说 大家这几天在网络玩得很开心 如果这几天让大家想起美好回忆 那真是一件更好的事 一条状态得到了3.8万条评论 点赞68.3万 回应及时又专业 根本不像个过期十年的艺人 被绯闻缠身的过期胡咖 为何突然翻红 在翻红之前 王兴玲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十年 因为热度太低 很多人会觉得他好像是被封杀了 最初的一次重大打击是在2005年 他被前男友范指尾报私密账 说他17岁就把第一次给了别人 清纯人设崩塌 紧接着的多年里 他还因渣男劈腿被当成小三骂 在公众面前的好感度越来越低 2011年 王兴玲在拍摄爱上渣美乐时 患上面部神经崩落性组之言 几乎混容 回到大众事业时 就被怀疑整容 连出道10年的小巨蛋演唱会都被取消了 可可版本走过来 王兴玲几乎是没了热度 而此时国内超级女生等选秀节目大热 长相甜美的女艺人被批量生产 王兴玲也逐渐过期了 但事实上 看似弱不惊风的王兴玲 并非外界看到的那样傻白甜 傻白甜的王兴玲 其实是个专业高手 王兴玲出道 是在台湾经济圈最火的几年 孙燕姿唱了天黑黑 蔡依林有了看我72遍 周杰伦用擎天以赴之名火遍大江南北 没点本事就不可能在台上台育生存 刚从异校毕业的王兴玲 以专业的唱跳水准和甜美的长相 被日本巨星兵棋部签约的公司相中了 要说签约 王兴玲必须到韩国经历一年的艰苦习训 每天唱歌4小时 跳舞4小时 那时候 王兴玲经常因为训练强度太大 浑身是伤 还常常带着视频回到宿舍 偷偷加练 有时候伤得重了 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王兴玲咬牙坚持下来 成为在台湾省签约的第一位艺人 回国后就迅速发布第一张专辑 客专电影《运转手之恋》 出演了蔡建雅的纪念MV 多次出现在爆卖的时尚杂志封面 被封为娱乐圈的新少男杀手 2004年 21岁的王兴玲 第二张专辑 爱你在台湾卖了20万张 全亚洲卖了120万张 其中热门歌曲《爱你》 第一次爱的人在大街小巷传唱 为了把王兴玲捧得更红 签约公司还赤资600万 还为他举办梦幻游园会的演唱会 2005年 王兴玲的MV 《哒哒哒》 拥获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金曲 他也成为TVBS华语精致榜 舞台演艺杰出歌手 公司捧王兴玲是有理由的 在2018年 王兴玲演唱会上 王兴玲上场助阵 两人合唱当你 彼时很多人都在说 杨成林合唱没有输过 结果那一场 王兴玲声音总是盖过杨成林 长得好 机会多 王兴玲还比别人更努力 一起搭戏 微笑pasta的张栋梁曾爆料 有一次 王兴玲逼着他一起对台词 对到了凌晨四点 为了哭得在位取点 他还让张栋梁朝他脸上泼冰水 那半年里 王兴玲最常不睡觉记录是60小时 体重也降到了39公斤 现在很多90后回忆 就是看了微笑pasta后 才知道pasta是意大利面的意思 最近一位网友 把王兴玲当年的作品 混剪出来放在B站上 很多人发现 以为自己跟王兴玲没啥关系 其实是他的铁粉 王兴玲爆火 全靠资本推注 今天王兴玲微博粉丝 涨了600多万 抖音粉丝也已经超700万 抖音 微博和QQ音乐 是他翻红的主阵地 这完全出乎王国台意料 这和之前的张同学 和刘更宏一样 王兴玲的现象及爆火 营销推动 功不可没 毕竟那些 三高 秃头 油腻的中年男人 绝大多数在年轻时 都不好意思看王兴玲 那时 王兴玲甜心教主 人设受众 是年轻女孩 现在网上正在持续发酵 爱你的核酸版 故宫社畜版 也是各大博主 蹭热度 顺路推高王兴玲的话题 同时 周杰伦如日中天 孙燕姿 梁静如 孝雅萱 各自通过独特的风格 在娱乐一线 占一席之地 王兴玲的头顶上 几乎是弥补透风 只能算是二线一人 如今39岁的王兴玲 自是不能和巅峰时期 相提并论 但在几乎消失的十年里 她一直接力保持专业水准 从2016年起 王兴玲就在 求备全球巡业 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 常常爆满 她在演唱会上 坚持唱自己的老歌 二十首歌 连唱带跳不用歇 被粉丝称为 一个人的女团 二人颜值倒也不错 唱歌却没有一点音准 旁边弹钢琴的朗朗 都听笑了 流量可以让一人一夜之间 成为大众 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缺乏实力的人 在流量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几乎就只有反撤一种可能 在他们面前 王兴玲用老歌 装嫩来翻红 底气真是太足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